我们辛苦的时候 要想到别人比你们更辛苦 我们痛的时候 要想到别人比你们更痛 世上必须要坚持 而且每一个过程 你要去品尝它 做世上没有一帆风顺的 你会给人家误会 说你爱面子 会给人家误会 说你好像偷哪钱 或者你做太多人家 说你有抽拥 其实都没有这位置 而且有些人会 很无名地去指责你 好吗 好像昨天在Facebook 我就说到一段话 慈善家不是修行者 我也没有觉得我是修行者 我是尽量把一件事情做好而已 我谈不上什么修行 我有生十年 就好像我很感激这十年 人家说我失去很多 我说我没有失去很多 我得到很多 因为我还活得好好的 我还有吃有住 主席话语充满了智慧与慈悲 非常感谢主席分享这样深刻的理解 确实 慈善家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修行者 但他们通过实际行动 践行着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 在慈善的道路上 每个人的付出都是基于内心的善意 努力将这份善意转化为实际的帮助 为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主席提到的感激过去的十年 没有失去只有得到 这反映了慈善行为背后的一种宝贵心态 看到成长与收获 即便外在的物质可能有所减少 但内在的精神世界却因此而更加丰富 这样的得失观 是许多人追求的精神富足 慈善之路确实不易 可能会遭遇误解 质疑甚至冤枉 但这正是考验一个人信念与决心的时候 真正的慈善 正如您所说 是不忘初心 坚持到底 它不仅仅是给予物质上的援助 更重要的是传递爱 希望和正能量 唤醒更多人心中的善念 在这个过程中 每一位慈善参与者都在进行着一场心灵的修行 学会宽容 耐心和坚韧 慈善不仅帮助了他人 也是自我成长和精神升华的过程 您的这些感悟 对于鼓励更多人投身慈善事业 理解慈善的真谛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再次感谢您的分享 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生活中 以不同的方式实践这份大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